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代学者言源有一个著名的修身三寡论 寡然以清深 寡言以清口 寡欲以清心 古人认为人生在世应当进化自我 做到寡深 寡言 寡心 从而使身心达到完美的境界 深以为然 人至中年 虚高和寡 唯有淡若清风 方能自在安宁 活得超然洒脱 一 寡而不孤 是一种自由 几年前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曾向我倾诉 他总是感到烦恼焦虑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 不知道该去哪儿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于是只好 呼朋唤友热闹一番 也算是一群孤独患者的狂欢了 可是久而久之 他却发现 即使身在人群中 这种孤独感依然像毒液般 轻入内心 无法退去 朋友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书籍 《独处的充实》中 一个理论 如何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自我呢 就看他能不能独处 当他一个人待着时 是感到百无聊赖 难以忍受呢 还是感到一种宁静 充实和满足 诚然 现代社会中的匆忙和喧闹 才恰恰暴露了人们定心的孤独与焦虑 当我们学会不依靠外界的刺激和娱乐 来麻痹自己 才真正地解除灵魂的枷锁 记得陈道明在杨岚访谈录里说过 自己一上酒桌应酬就感到煎熬 除了不爱酒以外 更多还是因为他真的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尤其何时那些罪到神志不清的人 后来无论什么人约他 他都干脆退掉不去 即使闲来无事 他也更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 弹弹钢琴 读读书 享受读处的时光 很喜欢于华在《细语中呼喊》中的一句话 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友人 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 以真正的我开始了读作的生活 人到中年和而不群 我们喜欢读处但并不孤独 就像一百年前哲学家梭罗 在瓦尔登湖边的小木屋里 独居两年多一样 朋友们认为他一定孤独吧 可梭罗却觉得依然自得 梭罗说 即使是与最优秀的人相处 也会使人厌倦 而在独处时 我做回了自己 生命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 无论你敢付多少热闹 挤身多少繁华 终要脱下伪装 学会与自己相伴 不应何不迁就 真切的感受 聆听内在的声音 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由 二 沉默寡言是一种修行 做人沉默寡言 是一种独特的修养 沉默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坚持 和对世界的不妥协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达到如此的境界 最近 在梁秋实的《浮生若梦》中 看到一个有趣的记载 北宋时期 文臣刘细做事 很有一套 每每有人来探望 他都不开口 有时候整整一天 都没有一句话 莱克倦怠了想辞去 刘细也不应允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刘细却答 能终日矜持端庄地做着 而不动倒西歪地打哈欠 这样的人 一百个当中难觅一二 而能够做到的 必定是贵人 梁石秋看到记载后 想起一位沉默管音的朋友 于是他有意要考察 朋友的定例 后来朋友来探望他时 两人对目而坐 不交易语 他第一听香音 对方便接一支 他献一杯茶 对方便品一口 自始至终 没有说一句话 而那次造访 梁石秋一直都无法忘怀 两人既没有什么可说的 也没有离去的必要 一切都自然发生 自然结束 可谓是一场最惊议的交流 周国平在安静的位置中写道 比起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人 有时候更喜欢 和不爱说话的人 待在一起 那种不用听废话 更不用逼自己 讲废话的感觉 让人心情舒畅 沉默寡言 不是不善于说话 而是不愿意说出一些 与自己内心 感受不相符合的话语罢了 在这个诺大的世界 多少人为了名利 为了生计 而违背了自己的内心 开始去迎合奉承 对于沉默寡言的人来说 他们懂得世俗 却不羡意世俗 那些口不对心的话语 他们不屑意说出口 就让他止于唇齿 多少人口密附件 看似友好 实则内心冰冷 多少人口若悬河 却只能说到 难以做到 而他们不同 对于沉默寡言的人来说 若是违心的话 便不会说出口 即便是给人一种 高冷冰冷的错觉 他们也并不在意 那些甜蜜的话语 比不上污暖的行动 至于那些承诺 做不到的便不会轻易承诺 一旦承诺 便会尽自己所能去做到 对于沉默寡言的人来说 生而为人 便是要做好自己 而不是多管闲事 多少人 错用心知口快 来掩饰自己的口无遮拦 他们自以为 这样是何群的表现 可是 他们往往不知道 这种心知口快 往往令人厌烦 而不屑一顾 而沉默寡言的人 明白什么场合 说什么话 而那些不必要的社交 便不必参与 在这人世间 多少人不过是 人生的过客罢了 与其客客气气 已是足够 不必勉强自己去奉城 去迎合 沉默寡言的人 他们或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也许会遭遇许多不平等的待遇 甚至是一些不屑实际的谬论 可是他们不会就此沦陷 而会独自地承受 独自地面对 然后通过努力 再一次站起来 沉默寡言的人 不会因为不平等 而大吵大闹 因为他们明白 吵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不过会让事情 变得更加复杂罢了 他们也不会与其争辩 因为他们相信 事实胜于雄辩 所以他们选择沉默 不是认输 也不是妥协 而是坚持 用沉默来表达 他们内心的所有坚持 人生起伏跌宕 越近千帆才终于明白 沉默是人生最好的武器 也是最好的解药 沉默寡言的人 不是不善言辞 只是不愿意 想找这个世界妥协罢了 之前在本书中看到 作家贾平瓦 不喜多言 最初是因为他 不大会讲普通话 所以他更喜欢 安静地听人讲话 后来有一次 他同一位朋友去北京 朋友虽会讲些普通话 但却有些口诗 那天正巧有一个 同样口诗的路人 上前问路 朋友一言不发 直到路人走后 朋友才解释道 人家还是口诗 我要回答了 那人以为 我是在模仿戏弄 这次经历 给了贾平瓦 极大的启发 至此他才明白 原来真正的会说话 不是善于言谈 而是事实沉默 就像作家王小波所说的 从话爱中 你很少能学到人性 从沉默中却能 假如还想学得更多 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人生过半 经历过世事的 纷繁复杂 才愈发懂得 沉默的乐趣 而我们也终将学会 让浮躁的心 沉淀下来 以柔软舒适的姿态 面对一切 曾经听阿尔吉尔的地区人说 他们当地有一种猴子 非常喜欢偷吃农民的大米 后来农民根据他的特性 发明了一种捕捉方法 他们把一个葫芦形的瓶子 积在了大树上 并在里面装满了猴子 最爱吃的大米 这种瓶子的设计 刚好可以让猴子 把爪子伸进去 他们若想抓大米出来 则完全不可能 除非他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这种猴子却十分贪婪 往往到第二天早晨 他都会死守在瓶子周围 这让我想起了 导演北野舞的一句名言 人这种东西啊 不管外表修饰得多么光鲜亮丽 剥掉一层皮后 就只剩下了一堆欲望 其实每个人的前半生 就像那只无法挣脱欲望的猴子 人至中年 品尝过世间百态后 才终于理解 生活真正的丰富 是朴素与节制 45岁的音乐人李健 凭借《我是歌手》 《中国好声音》等节目 再度爆红 很多商业和广告 都找上了李健 但他却拒绝了一切活动 多到了国外专心做音乐 有人说李健难得拒绝名利 但他却说 我不是拒绝名利 只是不想让名利 消耗了对生活的热情 一直以来 李健都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任凭外界如何浮躁喧销 他都始终过着低调 宁静的生活 很多人都不知道 李健曾经是水墨年华的一员 但是在水墨年华最火的时期 李健却淡然推出 他说所有的音乐 都是冻死大字 很糟 很喧嚣 我就想做一些 比较安静的音乐 于是他远离名利场 在一片麦田的郊区 写下了风吹麦浪 一单时一飘影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堪其乐 班生已过 宁静之远 我们终将学会清楚 内心的杂念 感受着人间的 智慧心欢 杨将先生曾经说过 我们曾经如此渴望 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到了一定的年纪后 就会明白 寡深才有欢愉 寡言才是智慧 寡心才懂拥有 余生不育 愿你我都能够学会 向内探索 并除繁杂 与心灵的身处的 自己对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传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